你好,欢迎来到陪你读书 今天要解读的书是社交天性 驱动我们人类社交的三大动力有哪三种 市面上有很多畅销书都是在教我们怎么说话 怎么跟别人相处 怎么提升我们的社交能力 他们呢,大多数的都是从社交技巧的角度出发的 但是这本书呢,不是 它是从我们人类的本能的角度来讨论的社交 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希望和别人保持亲密的社交关系 对吧,那有研究就表明啊 有一个随时可以见面的好朋友 跟一个朋友都没有的人比起来 他的幸福感呢,相当于一年增加了十万美元的收入 而且,结婚对幸福感的贡献也相当于年收入增加了十万美元 甚至是你只要经常看到自己的邻居 经常碰到熟悉的人 哪怕不说话,只要是经常能看见 那就相当于每年多赚了六万美元 你看,和别人相处带来的幸福感 被作者用金钱给衡量出来了 那具体这个数值是怎么得来的呢 书里面也没有仔细论证 不过呢,和人保持亲密关系带来的好处 那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本书的作者叫马修利·伯曼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 在书里面,作者给我们列出了 他总结的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 哪三大驱动力呢 分别是连接、心智、解读和协调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所说的这三个驱动力 分别是什么意思 先来看第一点连接 我们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和他人的关系保持得好 我们就会觉得快乐 如果这个连接关系破裂了 就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那我们通常呢,把这种类型的痛苦叫做社会疼痛 这种痛苦啊,其实和我们身体的疼痛是一样的 不管是你是肉疼啊,还是心疼啊 对于大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词就是用身体的疼痛来形容社会疼痛 比如说撕心裂肺、心如刀割、肝肠寸断 虽然说呢,这都是一种比喻 但是呢,也能让我们把社会疼痛和身体上的物理疼痛对等起来 不仅是我们的汉语 实际上还有很多种语言都是这么描述的 我们天生是害怕被拒绝的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敢去跟别人交往 就是因为害怕被拒绝 害怕这种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连接 有一个研究啊 就是调查人们最害怕的事情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当众演讲 那为啥呢 一方面呢,是怕自己出仇 另外,一方面就是害怕别人对你说的话没有反应 或者是有负面的反应 比如说,喝倒才嘲笑 这种感觉才是最难受的 那其实你静下心来想一想 这些听众里面可能很多人根本之前就都不认识 听完这场就走了 也许一辈子都没啥交集 但是就是这种和自己有一面之缘的人 我们也都很在意他们的反应 我们大脑默认的状态就是进行社会化思考 并且这个思考是不断发生的 只要你闲下来 大脑就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想这些事情 你想想看 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被朋友拉黑了 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的难受呢 你可能就会开始回忆 你是不是奶得罪他了 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面 只要你空闲下来 你的大脑就开始不由自主的琢磨这个事 在书里作者就说了一个网络球的实验 就是让参加实验的人呢 在进入实验室之前 先在旁边的等待室里面坐一会儿 这个时候呢 等待室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了 其实这两个人是相互认识的实验人员 其实呢 就是托他们俩相互假装不认识 等到真正参加实验的人坐下来了 其中呢 有一个托 就假装无意间啊 发现旁边地上有一个网球 就把这个球呢 扔给了另外一个托 然后啊 这个人又把球传给了参加实验的这个人 就这么整 三个人就来回传球 等完了几分钟以后呢 这两个托忽然就不再把球传给这个人了 就在他们俩之间不停地传来传去 做了核磁共振的结果 就发现他的背策前扣带皮层更加活跃 这个区域就是负责痛苦的那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问一下他参加这个实验的感受呢 他一般呢 都会先说刚才在等待室里被冷落了这个事情 并且呢 都表达出来了生气愤怒或者是难过的心情 这个呢 也和他们核磁共振的扫描结果是一样的 你看 那社会连接的中断会产生社会疼痛 反过来说 我们的社会连接的增加 会让我们更加快乐 更能增加我们的社会愉悦感 当然 这种快乐其实和我们身体上的生理满足是一样的效果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建立起一段恋爱关系的时候 会感到非常幸福 或者最常见的发一条朋友圈会有很多人评论 写个文章会有很多人转发 这些呢 都是社会性链接给你带来的幸福感 那怎么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愉悦呢 作者说了 就是要进行合作 因为合作才是我们大脑的天性 自私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天生富有同情心 帮助别人会让我们觉得开心 我们的大脑更喜欢给予 而不是索取 利他主义其实是我们天生具备的一个品质 说里面说了一个实验 说一个人啊 被要求观看另外一个人受电击的时候的情景 被电击的人呢 特别痛苦 表情扭曲 就不停地问能不能停下来 能不能停下来 这个时候研究员就会问这个旁观的人啊 你愿不愿意跟他交换一下 如果不愿意换 就继续看这个人被电 结果呢 很多人都表示愿意跟受害人互换一下 帮助当事人减轻痛苦 你看 有时候我们宁愿自己受苦也要帮助别人 还有一个实验说 研究员呢 找了一些人 问他们啊 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我给你五美元 这个钱呢 就是你的了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还有一个选择 你本来可以得到五美元 但是如果你愿意放弃其中的两美元 就会有贫困地区的孩子呢 得到五美元的捐赠 那实验结果就是大家更愿意 舍弃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去帮助他人 你看 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表现出力他性 但是我们从小都被人性自私的观念给洗脑了 所以即使我们做出一些无私奉献的事情 也会不自觉地解释成啊 这么做是为了自己 尤其是别人夸我们的时候 我们更愿意用谦虚啊 自黑的手段来让自己显得更合群 做着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 他呢 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帮助大家简化了工作流程 在开会的时候呢 大家就使劲地夸他呀 他就下意识地说 哎呀 那这么做呢 我也是受益者 我也是为了自己更方便一点 其实呢 这个人工作特别忙 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做不做都无所谓 但是他还是对大家做出了贡献 那为啥就是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不敢坦然接受别人的夸奖呢 其实这样说 就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合理鸡群 其实这个规律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常见 那你去超市的时候 肯定有各种促销请你吃吃对吧 但是吃呢 不仅让你直接参与到这个产品的体验 会提升购买率 还有一个就会影响你的心理 你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有人要跟我推销 如果这个东西啊 我要是不准备买的话 我是不会是吃的 因为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那如果这个东西是我想买的 那我觉得呀 长一点也没什么问题 或者说导购实在太热情了 我吃完了之后会买一点 感觉呢 也对不起人家这个辛苦劳动是吧 这个就是作者所说的 第一个社交区动力连接 它呢 把我们和社会和其他人联系在了一起 连接受到挫折的时候 产生的社会疼痛 和我们的物理疼痛是一样的感觉 同样 我们受到的社会奖赏 也会产生同样的精神愉悦 我们大脑的天性是乐于合作的 自私并不是我们的本性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驱动力 心智解读 心智解读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快 更准确地get到别人的意思 这个其实和我们的情绪理解能力 情商啊 智商啊 都有着关系 就是让我们能够猜出来别人的语言 动作 然后把自己的行为做到超前一步 你可不要小看这一步 它能让咱们站紧先机 在新的风口里面存活下去 或者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立马做出反应 掌握主动权 理解了别人的想法 我们才能够跟别人 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交流 有一个比赛 叫做石头剪刀不锦标赛 你可能会觉得 这什么奇葩比赛啊 这跟抛硬币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嘛 还不都是靠运气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精髓啊 就是如何预测 你的对手对你出招的预测 听起来有点绕口啊 其实呢 就是你在预测 它要出什么的同时 还要防着它 猜透了你的战略 其实呢 这个还真的是有策略的 如果说你的对手是新手的话 一般你可以初步 因为石头更容易 给人有力量的感觉 新手一般都愿意出石头 如果说对手是老手的话呢 一般出剪刀会比较合适 新智解读能力 不仅能让我们在游戏里 更容易赢 还能让我们在局面 对我们不利的时候 损失更小 比如说现在在豌豆地主 你手里呢有一个炸 但是别的牌呢 都超级烂 在横竖都得输 这个时候呢 就得把炸弹给拆了 防止翻倍 把输的范围控制到最小 对吧 或者呢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旦一方发现对方 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自己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尽早分手 再拖下去 只能让自己陷得更深 白白浪费更多的感情 我们再来看看 心智解读的工作原理 作者说了 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个是我们的心智化系统 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逻辑推理能力 还有一种是镜像神经元 心智化系统呢 是随着我们的年龄 慢慢成熟的 咱们小的时候 这种理解别人的能力呢 还没有完全发展好 就好比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给他自己的妈妈 挑选了一辆玩具汽车 当生日礼物 因为她觉得 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别人也肯定会喜欢 但是现在呢 我们都知道了呀 挑礼物要按照对方的喜好 不过我们成年人 有时候也不能 很好的掌握这个技能 因为心智化系统 要很努力才能够有效工作 但是我们经常容易 下意识地 用一些之前的经验 就给处理了 还有一个系统 叫做镜像神经元 从这个名字呢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系统啊 就像照镜子一样 你做什么动作 它也做一样的动作 在大脑里映射出别人的行为 其实它的原理呢 就是通过内部模仿 辨认出所观察 对象动作的潜在意义 然后做出相应的情感反应 就比如说 我看到别人正在吃一块炸鸡 我自己呢 也能想象到 这块炸鸡的味道 但我们看到那些老鼠 蛇 蜘蛛 这类比较恐怖的动物 也会觉得 有东西在自己身上爬一样 这个系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意大利帕马大学研究员 本来呢 是为了研究猴子的一些神经反应 但是在实验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当这些研究员伸手去抓花生的时候 猴子脑中的一组神经元就被激活了 这组神经元呢 正好就是猴子自己去抓花生的时候 激活的神经元 这就是说猴子看到了别人的行为 就好像在自己的脑子里 也正在做这样的经历是一样的 那这个现象呢 就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有的人愿意看那种 特别虐的小说电影 因为代入感很强 看到电影里的人被虐的时候 你大脑中负责痛苦的区域 也会被激活 你也会觉得自己被虐的死去活来的 好像自己就是那个主角 但是又对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只是刺激一下我们的情绪 又没什么真正的损失 很多电视节目里面 就会有很多罐头音效 就是那种哈哈哈哈的笑声 也是利用了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特点 我们感受到了别人在笑 也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其实呢 和变色龙的效应有点像 我们会经常无意识地在模仿别人 这种模仿能够迅速拉近我们和别人之间的距离 那既然这两种系统都可以帮助咱们了解别人的想法 那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作者说 这两个系统啊 是互补的关系 一个活跃一点一个就安静一点 不过他俩呢 还是有点区别的 心智化系统啊 更倾向于抽象的刺激物 比如说别人的表情反应 那镜像神经元呢 是通过实际的动作激活的 才会让你做出下一步的猜测 就比如一个人说啊 他被女朋友甩了 那你的心智化系统呢 就解读出来他很伤心 然后呢 看他去跟领导请假 说下午想出去散散心 哎 你的镜像神经元就解读出来 他好像心情不太好 又或者说 一个人说他忙了一天了 现在才想起来没吃饭 好心智化系统啊 就解读出来他很饿 这个人又说 我已经订好外卖了 那镜像神经元呢 就解读出来了呀 他饿了 需要吃饭 那有了这两个系统啊 我们就可以更快地理解别人的意思 跟别人建立起根亲密的连接 如果说用在工作里面 就可以在产品出来 之前挖掘客户的需求 第三个就说到了协调 协调呢 是社交的第三个驱动力 这里的协调啊 其实就是自己不断地了解 调整自己 并且能跟别人和谐地相处 让自己融入社会 你看 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有自己的自我意识 但是我们对自己认识 到底是从哪来的 那你可能会说 那这还用说吗 我要是不了解我自己 那还有谁能了解我们 作者说 其实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都是建立在别人 对我们的反应上 正是因为这样 抓住别人对我们的反馈 就特别重要 这些反馈不仅是语言 还包括表情啊 动作等等 有一个男女配对的实验 一共是100个年轻大学生 男女个一半 然后呢 做了100张卡片 这个卡片上写了 从1到100 总共100个数字 单数的50张卡片 给了男生 双数的50张卡片 给了女生 然后呢 直接贴他们背上 他们也不知道 卡片上写的是什么数字 然后呢 大家随便说话 但是不能说出来 别人的号码 然后呢 去找一个异性配对 如果说配对成功 只要两个人 加起来的数字越大 得到的奖金就越高 奖金的数额呢 是编号总和翻十倍 你就比如说 99号男生 找到100号女生配对 那这俩人呢 就可以获得100加99 再乘以11共是 1990美元的奖金 那如果说 2号女生 找了1号男生配对 那么这俩人 就只能拿到30美元了 那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背后的数字呢 首先呢 就得去观察别人 对吧 很快呢 这里面99号男生和100号女生就被找到了 这两个人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 大家都想说服他们 哎 和我配成一对吧 这两个人呢 就在大家各种夸奖和赞美里面变得特别高了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号码很大的人 而那些没有什么人来搭讪自己的人 基本上就可以猜到 哦 那自己的号码很小 你看这个例子里面 大家对自己的认识 就是根据别人的反应来判断的 我们就是这样依靠别人的反应来评价自己 随后做出反应 所以说别人的反应 就是我们调整自己的重要参考 那我们既然天生就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就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怎么能保证咱们不被负面干扰拐跑呢 那这个就需要自我控制能力 这个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强 并且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 直接影响我们之后的学习 工作能力 有一个著名的棉花糖视野 也叫做延迟满足视野 就是给32个3到5岁的小孩子面前放一个棉花糖 跟他说 我现在出去一下 如果说你能忍住不吃这个棉花糖 等到15分钟回来以后 我就再给你两个棉花糖 实验的结果就发现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够忍得住 大部分孩子都是坚持了5分钟左右 就把这个糖给吃掉了 那为什么控制自己很难呢 因为我们要克服的东西是现实中具体存在的 但是我们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是抽象的 你就好比上面的几个小孩子 面前的棉花糖是看得见 摸得着 闻得到香味的 奖励的两个棉花糖只是大脑里的一种想象 你就比如说我们要减肥的时候 需要克服的是饥饿和好吃的东西 我们的目标呢 虽然是那些有着马甲线 人鱼线 大长腿的照片 但是这些还是比较抽象的 就是我们在坚持阅读学习的时候 我们要克服的是手机不停地 给我们推送各种好玩的消息 最终的目标呢 是认知升级会让自己变得强大 这些是比较抽象的目标 那你要问的那有哪些 自我控制的好办法没 有啊 有啊 作者说了三种 分别是意志 重新评价情绪标签化意志啊 并不是说你要压抑自己 而是让你控制好自己的表情 语调和身体语言 其实说白了 就是情绪调节能力 就好比你现在马上要登台演讲了 紧张到手抖 但是呢 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自己 让自己面带微笑 语调饱满 重新评价呢 就是改变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但是肯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这个呢 有点阿Q精神 但是其实很好用 这个呢 其实大家也经常用 你比如说丢了钱了 你肯定是安慰自己 哎呀 就当破财免灾了 给别人扶贫了 对吧 如果一直钻牛脚尖 最后更难受的 就是你自己 还有第三种情绪标签法 其实呢 就是用各种方法 把我们的情绪表达出来 既可以用语言 比如说跟朋友吐槽一下 倾诉一下 或者是用文字 比如说写写日记 其实很多文学作品 就是那些作者 在情绪波动的时候 创作出来的 把你的情绪写出来之后 你的负面感受就会变少了 好了 那我们总结一下 这本书呢 主要给我们 说了我们社交中的三大驱动力 分别是连接 心智 解读和协调 其实呢 也就是和别人建立起 亲密的社会关系 读懂别人的意思 和融入社会 那当我们和别人的社会 连接断了之后 我们就会感受到 和身体疼痛一样的社会疼痛 同时呢 别人对我们的关心 肯定也会让我们产生社会愉悦 读懂别人是 我们建立连接的前提 主要是靠两个通道 分别是心智化系统 和镜像神经元 这两个系统是相互补充的 只有充分地认识自我 才能够融入社会 那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建立在别人对我们的反应上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那这就需要我们有三个方式 进行自我控制 才能够和别人 更友好的相处 我们天生就拥有 能够理解他人 当我们利用这种规律 变得足够社会化的时候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都会变得更美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感谢收听陪你读书 我们下期再见